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 自2012年上任以來 已經是九度執行死刑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16名死刑犯伏法 在最近一次伏法的兩名死刑犯 一名是在大阪 殺害了四名女性 還有一名九歲女童的連田安利 在2005年確認死刑定驗 另一名則是為了詐領保險金 火同三名友人 殺害其中兩名友人丈夫的吉田淳子 兩人都在3月15號伏法 另外放生在2008年的 邱葉原殺人事件 當時造成妻死死傷 是日本30年來 死者最多的隨機殺人案 犯人加成之大 經過三省丁宴 確定為死刑犯 目前還沒有執行 而在日本受刑人 在受刑前數小時才會被通知 對死刑犯而言相當煎熬 來到另外一桶的馬來西亞 在2016年3月25日 以絞刑的方式 阻決了三名死刑犯 讓國際人權團體感到非常震驚 並且大力譴責 現今日本與馬來西亞政府 還在大力執行死刑 與國際人權團體大力提倡的 廢死形成強力對比 到底死刑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而廢死趨勢到底是不是用在 每個國家還有待觀察 好 記者綜合報導